各位藏眼大家好 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期节目呢比较特别 这是一位老师呢看我几天时间 一个多礼拜没有做节目 那么呢给我发了一些照片 那么希望我可以来谈一下就是上面的一些物品 那么当然了 今天要谈这期节目呢 当然其实大家可能有些藏友已经认出来了 这就是最富盛名的大名鼎鼎的土耳其的托布卡比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有名呢 是因为它收藏有全世界最多数量的这个原青花 那么它比这个伊朗的国家博物馆的这个藏量还要多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个博物馆 我自己我自己也去过 我自己也去过 但是我去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看见它展出什么原青花 我可能是因为那个鬼骨子下山大罐出来之后呢 一下子把这个土耳其朋友给惊了 他们据说那个我的那个朋友说呢 那位老师说呢 之前原本这些原青花大罐什么的放在那呢 大家拍照上手摸什么的好像都可以 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东西很值钱 对不对 那么原青花大罐那个鬼骨子下山 砰一下拍了2.3个亿之后呢 一下子就全都全都收起来了 搬进地下室 然后呢锁起来 然后呢军警在门口站着 持着枪 我那位老师朋友呢 想去那跟人家套近虎 是吧 能够既然都来了 是不是可以帮忙 就是让进去看一看啊 人家不行 那么这一次呢 应该是这个博物馆呢 重新安排这个展厅 那么把一些原青花的东西呢 可能拿出来 但是没有都拿出来 可能拿出来的一部分 那么也拿出来一些其他的这个瓷器 那么我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呢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 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当时其实中国 因为毕竟土耳其嘛 对不对 这个在历史上 包括伊朗啊 就是波斯啊 这个在历史上 其实进口了中国大量的这个瓷器什么的 那么包括他们自己本身 对于他们的这个文化艺术 对于中国这个青花的发展啊 等等各方面都是影响巨大 包括这个气型啊 等等 中国的各种气型的瓷器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 对吧 其实彼此互相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他们呢 还真的就是买的 他们还跟那个就是一些西方国家不太一样啊 他们还真的就是自己掏钱买的 那么从今天这个 接下来要为大家展示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 藏品里呢 大家可以明显看出来 就是基本上都是 就是外销出去的东西啊 没有没有什么官窑类啊等等啊 就基本上都是外销 但是也有可能 比如说是作为礼品送出去的啊 中国也可能赏赐出去的等等 这有可能啊 那么但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共通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摆放了这个中国瓷器 确实跟他的这个建筑啊 这个装饰啊等等啊 绘画啊非常的匹配 但是呢对于这些这个 土耳其的博物馆啊 也包括其实其他的博物馆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中国的这个瓷器啊 他们不是非常了解这个路份啊 他们不是按照中国人的这个路份来划定的 他们就是以他们的这个眼睛里看出来的来划定的 所以经常会发现 就是在博物馆里有很多物品呢 从我们角度看起来呢 这个路份呢根本就不匹配 但是呢他们按照这个时间划定 反正呢就都放一块去了 啊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经常看到 就比如一个很高路份的物品 边上放了一个很低路份的物品 但是对他们看起来呢 可能差差不多啊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大瓶子 其实也也也也也挺贵的 有这瓶子我看的样子 我估摸大概得有一米三吧 对吧 呃它还是一对啊 但是和这个博物馆里所呈现的那些 呃原青花啊 那些那个永乐啊 等等啊 一些重器比起来呢 这个看着感觉就有点奇怪 啊 那么呃 那么既然说起原青花呢 自然就不可能绕过 这一个鬼骨子下山 对不对 这加世德的这一个 呃2005年7月12号 拍了1500万呃英镑 那么折合人民币呢 大概是当时大概应该是 差不多2.3个亿了吧 啊 那么就是这个鬼骨子下山 这个拍卖了之后呢 这个瞬间不光是惊动了 这个整个中国啊 那么搞艺术的圈内的人都知道了 另外方面呢 这个您看到这个连土耳其这儿也被惊到了 对吧 军景一下子把所有的这个原青花 全搬地下室给锁起来了 不让人看了 也不能让人报了 对吧 呃 甚至可能都不拿出来了啊 那么这次呢 很有幸呢 大家可以看到几件 就是人家重新啊 布置这个展厅 那么这个原青花的东西呢 其实呃 我曾经在之前节目里也曾经介绍过 这个东西其实呃 中国人其实对他不是理解特别深 比如说英国大英博物馆的那对 大威德的那对瓶子嘛 对吧 就是当时呃 民国的时候呃 拿到琉璃厂 然后琉璃厂的老师一看 觉得这一扯淡的玩 然后呢 就给这个外国人 人家有眼力啊 啊 就就就买走了 那么呃 整个清末呀 民国啊 等等 对不对 中国老百姓考虑的是吃饭的事情 是吧 这个皇帝自己都 保不住了 是吧 谁还关心这个瓷器这个东西呢 啊 那么再加上1949年之后 建国之后 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困难的时期 那么谁会去关心这个东西呢 对吧 当时呃 也确实往外卖了不少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 其实这个还是往外 不光是卖出去的 送出去的礼品也都是这些中国古代的这个陶瓷艺术品啊 等等 其他的各方面啊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呢 当然自己呃 比如说江西省高安 呃 他那是写八位啊 呃 那么这博物馆里呢 就是大概 呈现了一下当时发现这个 原青花的这个情况 这个大的罐里啊 这个肚子里还装着这小的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那他明显是就是人家整理起来之后 然后 然后放下去了 然后呢 呃 就在这么一个呃 曾经是江西第二电视机场的场址 这个地方呢 就给挖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当时呢 挖出来的时候呢 是1980年啊 但是呢 到这个成立这个博物馆 这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了 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后啊 大概有35年的时间 呃 一直很谨慎 因为知道这是宝贝嘛 对吧 呃 但是呢 考虑就是如何能够更加妥善的保存啊 等等各方面 那么一直到2015年啊 才博物馆开馆 那么让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啊 原青花的这个煤瓶啊 呃 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煤瓶啊 等等 包括呃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 这个原青花的这个兽耳的盖罐 这有盖子啊 有盖子还不容易 很多的煤盖子 很多的破损的 呃 我记得之前好像就前一阵子 呃 中汉好像拍一个是残的一个 对吧 很多藏友喜欢听那个叫 呃 什么什么夜话 对吧 他中间也曾经就是详细的介绍过啊 那么这个我这儿呢 这就不提了 那么咱们还是回到这个 土耳其 土耳其的托布嘎比的这个博物馆 那么这博物馆里呢 对于我个人而言 呃 我觉得头一号并不是原青花啊 呃 呃 我的朋友那位老师呢发过来照片 我当时一看到呢 我最震撼的其实是这一个啊 这个青花柳白海水龙文的一个天球瓶啊 这个天球瓶我当时看到的感觉呢就是这是应该是永乐时期的啊 这个天球瓶我觉得应该是他的路份要高于呃 其他的几件原青花 但是有可能我也没见到别的原青花 我只能说是我这位朋友他发过来照片 那么按照这个照片来就是来看的话呃 如果这个物品如果不他这个因为他这个都是属于是被改造了啊 毕竟是当时人家买了嘛对吧 人家买了之后呢那人家反正就照了他们原本那个金属器的这个这个状状态去了 那金属器呢可能很多都是装酒啊等等 那么他干脆就把这个就改造成了 大家看到下面一个这个龙头啊 顶上呢还加一小帽子 完了呢还配把锁 这个挺挺有意思的 这一个天球瓶我觉得如果没有破损的话呢 这个价格呢应该是确实是够猛的 我觉得应该是上亿应该是呃问题不大啊 但他这呢因为被被他改装过了嘛对吧 但即即便如此这个路份还是在这摆的 这个天球瓶永乐的这个这么一个青花啊 海水龙纹的天球瓶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海水这个表现啊 和就没多久之前 我记得是北欧的一个国家拍了一个 对吧拍了一个拍了一个盘子嘛 其实大家可以可以来对比一下 他的各方面的这个表现啊等等 当时那个也拍了将近三千五百万人民币了 差不多就光那个落锤价 我记得差不多就得那个价了 那么如果这个天球瓶如果拍的话 那这个价格自然不会是一个小数字啊 但是能看到这么一个天球瓶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这个荣幸了啊 这因为比较意外 朋友发过来照片我一看 哎呦我觉得头一号应该是这一个 这一个要比那些圆青花 我觉得这个级别要更高一些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个人观点 那么自然呢 这个博物馆里还有很多其他物品 比如说这个织壶 那么这是一个明代的法华彩的这么一个 呃 织壶 我觉得 我觉得也很少见啊 这一个确实很少见 我比较比较比较少看到 那么到这也写了 17世纪 啊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哈哈 17世纪 那么这还有很多的织壶 各种织壶 呃 我看到这儿这一把挺有意思 大家能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是 看的像是五彩苗精的这么一个 一把织壶 这个织壶 我记得好像就两三天以后 伦敦的苏夫比有一把 呃 好像是 估价是三万到五万 英镑 这个样子啊 那么这儿呢 这博物馆里也放了一把 放了一把这个织壶 这织壶本来呢 这个就是 模仿他们金属器 然后做的嘛 这个器型嘛 所以在他这摆着很正常 那么大家看到 我说了 他这博物馆里呢 放了这个绿份啊 就是有的时候是有点混乱的啊 呃 那么他们呢 可能更多是展示中国瓷器 所以呢 他们反正差不多同时期呢 他就就就就都拿出来了 那么呢 这个呢 当然是就是18世纪的啊 18世纪的这一类 我们非常常见的 呃 那么朋友发过来这些照片呢 我挑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跟大家来聊 呃 比如说我看到这么一个小杯子 小杯子看着感觉呢 感觉 感觉像是就是外销的东西 对吧 呃 他呢 呃 我们看他这个底上 他底上还有款啊 他底上还有款 他写的是 大明家静年制 那么 他这个款呢 这个字啊 写的靠的这么近 啊 那么这个呢 呃 自然不是官邀款 那么这个应该是外销的东西 那这个外销呢 看着这个青花的发色呢 这绘画呢 这看着也不是什么康熙时期写上去的 他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是万利朝后到这康熙这个过渡期这个阶段 当时外销了很多物品 那么 可能是呃 比如说明朝晚期左右 什么时候反正就给写上去了 就外销了啊 就卖了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外销瓷器上面 我看到这款挺多的 对吧 这个大明家静年制啊 大明成化年制啊 等等啊 特别多 但是很多呢 还是康熙时期的 呃 那么这里呢 这一个呢 其实我单独拿出来呢 我当然这个照片呢 也不是很清楚 另外他这个改造的呢 也有点 太厉害了 他装了很多这种金属的这种 装饰 我其实没有特别搞懂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这个金属的这个装饰 因为我觉得 一点都不好看 我个人的感觉 他是想用这个金属的去做出一个梅花的样子 还是什么意思啊 他这个是大明成化年制 是看的有可能是康熙时期的 呃 有可能 因为他的照片啊 我也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我就是主要就集中在他这个金属的这种装饰上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难理解啊 就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啊 他肯定是有什么原因 对不对 您看 他这个杯子上有一些地方似乎这个金属的这个掉下来了 那么似乎他还是在这个瓷器上是打眼还是怎么着 他是有一定的处理的 然后呢 把这个金属东西给镶嵌进去 啊 然后呢 做出这种一种五花大榜的这么一个效果 让我看着感觉有点看不太懂 我没琢磨清楚他的他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呃 也许是他们觉得好看吧 呃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用途的这个需要啊 呃 没有特别搞懂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杯子 这小杯子呢 看这个青花发色的这样子呢 看着应该是康熙时期的吧 大明成华年制这个款呢 我觉得有点搞笑 我觉得这个啊 呃 当然了 这个青花是右下踩 所以说这个大明成华年制 这样后来给搞上去呢 呃 我觉得 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照片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如果康熙时期的话 好像这个字也不大匹配 另外他也不太会去给画这个框 他这个画这个框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不是表示就是这个 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是买的嘛 对吧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都是买的 也没有官窑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给加个框呢 就看起来有点像官窑 是什么意思 呃 各位藏友可以永远发表意见 我 我没有没有怎么看明白这个 我觉得挺逗的 反正不管他什么呢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外销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呃 就是一个外销的 应该是康熙时期外销的这么一个东西 他装了一个金属的 呃 装完了之后呢 就就是这个杯子就可以拿下来了嘛 对吧 呃 挺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一件事 那么看到很多这一类的物品 这都是经常看到的一些外销的一些啊 物品 这些器型等等 您看到像这种啊 外销的这种小酒杯 呃 它是登堂入室 然后呢 您看就单独这么一个小展柜啊 在那放着啊 呃 可见他们对于这个还是挺看重的啊 我觉得当然博物馆不是说为了展出贵的东西 对吧 博物馆其实更多展出一个过程 那么让大家看到这个重要性 因为毕竟当时外销的这类物品也确实太多了 啊 它这个影响了这个对于全世界这个影响之大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外销物品在海外 其实才意识到啊 为什么这么多的白银会流到中国啊 之后这个鸦片战争啊等等 一切 马格尔尼访华 对吧 想跟乾隆皇帝谈一谈 咱们要不做个生意什么呢 对吧 乾隆表示咱们没什么生意可做的啊 那么等等啊 包括其实跟这个其实都有关系 因为我们确实是外销出去大量的这个物品啊 这个包括这个丝绸啊 茶叶啊 瓷器啊 其实不光这个还有外销银器啊 象牙啊等等 许多许多工艺品啊 不光是仅仅是这个瓷器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 朋友发过来照片呢 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罐子 特别多的罐子 我觉得这个奥斯曼土耳其是不是他们 他们因为日常生活需要啊 我估计啊 就是需要很多盛放这个酒啊等等 所以他需要这类的这个 这类的罐子 所以我看到很多器型都是这样的 那么包括这张照片 我当时看了一愣 哎 我觉得这个一对一对的 为什么要这样摆呢 啊 后来我再仔细一看啊 原来中间那个是玻璃 呵呵 它其实不是 它就是一半 一半啊 就是呃 右边这一半 那么这个下面的这个瓶子呢 我当时看到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我觉得呃 他们放在中国的展厅 那应该是中国的物品吧 那这种应该都是呃 当时他们要求设计这样的文饰啊 然后咱们帮他做的 我觉得啊 那么像上面这些呢 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经常在市场上都能看到 这些康熙的这些啊 这些这些东西啊 那么这些东西在市场经常看见 大家看见 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 人家也确实是登堂入室 对吧 这些东西 其实其实在皇宫里 其实也是这些东西 也就是当时整个这个西方世界 拿到也就是也就是这些东西了 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啊 包括其他的各式的这种罐子 那么这里呢 大家是不是很吃惊啊 就突然跳出来这么一张照片 飞鸣 飞鸣素食图大罐 之前如果很多藏友就是 经常看我节目的话呢 应该 我知道有很多藏友 其实我的节目几乎每期都看啊 非常感谢啊 因为我我能看到各位藏友下面留言 我知道很多藏友 其实可能从我做的第一期节目开始 就开始看了 一路看下来 那么当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 飞鸣素食图大罐 这是钟汉当时拍的 那么我的朋友发来这个照片呢 让我一愣 一个一个明代的这个 飞鸣素食图大罐 对不对 所以所以当时看到的 觉得觉得有点奇怪 其实本来呢 如果一般情况下 就看到这个呢 我估计恐怕停留一秒钟都不会啊 因为这个这个路份很低的 对吧 这路份很低的啊 那么没什么可看的 这这这个应该就是万利 左右这个时期就是 这么一个罐子嘛 对吧 再加上可能他顶着还有点破损 那就更加不值钱了啊 但是 但是就是因为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太有名了 对吧 这个这个太有名了 所以一看到这个文士之后 大家就冷不惊的就想起 哎呦 飞鸣素食图大罐啊 对吧 明代的啊 呃 他这个路份呢 也不比这个好的那一句 这个都都都半斤八两的东西 所以在这博物馆里呢 他他他各种各样路份的 反正都放一块 对他而言反正都是外销的 对吧 对于你们中国人觉得 什么路份高 什么路份低 对他们而言 无所谓 反正都都是他们买的啊 那么像这种呢 相对这个路份就高了 对吧 这是这应该是这个明早期 我也看不到这个牌子啊 我也看不到 但是呢 这个这个照片拍的呢 这个发色呢 也看不是很清楚 但是应该差差不多 就是这个这个时期的啊 那么原青花就出来了 大家看到吧 这个原青花啊 那么这个原青花呃 这个兽耳其实大家很熟悉的吧 我我挑一张照片 我看着能不能看清楚一些啊 哎 这个兽耳 其实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之前这个 中汉拍的那个原青花大罐啊 这个兽耳的这个表现啊 包括他这个线条啊 青花发色啊 等等各方面啊 包括他这个里面的这个呃 表现啊 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东西很多了 他摆了一个又一个的 他这原青花的这个 这个这个量是挺大的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青花 鱼藻莲花纹 罐 那么这个罐呢 其实是 挺有名的 这个罐啊 这个大名鼎鼎啊 呃 这张照片可能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那么 他呢 这个 罐呢 上面是指口 然后呢 这个肚子很鼓 然后往下呢 一下子就收到这个底部了 然后整个造型呢 非常的 给人感觉非常的这个厚重 啊 我们中国的东西 这个曲线呢 很漂亮 就是这个曲线啊 大家从底部看啊 往上啊 一下子内容啊展开了 是吧 刷一下展开 展开了之后呢 这个曲线啊 到了这儿之后 他还要再收回来啊 他的这种表现啊 都是表现出去之后呢 最终要收敛回来 这个状态 整个状态呢 这个气形呢 是一个很厚重的 这么一个 呃 一个很收敛的气形 那么他这个口部呢 上面呢 他这个是 他其实画了几层了 对吧 呃 他这个有画的海水 呃 然后呢 是这个鱼藻纹的 这个文饰 然后整个布局呢 相对而言 呃 非常大方 这个书密也很得体 那么为什么要画这个鱼呢 其实这个鱼啊 对于因为对于我们农耕文明而言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这个鱼的繁殖能力 特别强嘛 对吧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 其实年年有余嘛 对吧 他是 其实这个罐上画这个鱼嘛 呃 相对是很吉祥的 非常如意的 这个 包括这个青花的发色啊 等等 包括这个鱼的这个表现啊 呃 包括这个 就是 呃 其实 其实非常的灵动的这种状态啊 因为这个照片 我也没办法去把它放更大 应该是 也不能够放的更大了 差不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啊 那么这个罐 这个罐是非常有名的一罐 呃 我估摸了这个市场价的话 这罐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我估计市场价大概 四五千万人民币 啊 差不多这个样子 应该是 应该是要的 大概四五千万人民币的这个样子 呃 呃 看着这个里面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的 有什么处理 看着应该差不多大概就这个就这个样子了 啊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 啊 他这有条 很 一条充现 啊 当然 这博物馆的东西也不是拿来卖的 啊 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另外一个 啊 另外一个这个圆青花束盖罐 那么这个盖子呢 是没有了 呃 对吧 挖出来之后 然后好像私下里讲卖吧 五千万人民币 然后呢 被判了吗 啊 被判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呃 如果谁在这个地里挖出来 我觉得好像还挺难 挺难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因为这个肯定国家得要 呃 肯定是一查到底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像这种呢 这个是呃 土耳其的人家是当年买来的 所以这是 他展示出来就没有问题 对吧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传承啊 各方面啊 他是这是他的荣耀嘛 这也是当时跟中国的这个 贸易啊 等等的一个见证啊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物品展示在那边 呃 这么多啊 呃 但是我看到我的朋友发过来照片呢 好像也没有说就是特别多啊 那么当时这个这个元代的这个青花 因为元代其实时间没有多久 对吧 才八九九十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但是在这个元代就是呃 在这个元代一统天下之前 两年其实就已经在这个景德正建了这个福良瓷局了 对吧 那么这个福良瓷局建立完之后呢 其实也是得天独厚 因为当地有这样的高质量的这个土啊 这个瓷土 另外一方面呢 又有这个燃料 是吧 有这个柴火烧 然后呢 又有这个水路可以运出去 然后呢 又有这个人 那么各方面呢 都具备 那么自然而然 就是相对而言呢 烧制出了这样的这个 顶级的这样的这个瓷器 呃 我觉得 确实很难得一见啊 这样的这个 气型呢 这么大的 保存的非常完整啊 呃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表现 这个照片呢 确实拍了这个 这个 因为一般博物馆都相对比较暗 那么这个光线呢 各方面呢 所以可以看起来就是相对 可能有些失真啊 这个清化发色等等 那么在接下来呢 是 这就是一些外销比较常见的 呃 康熙时期的啊 这也是康熙时期的这个 那么 18世纪的 这一些 啊 其实有 有上面这个盖子 其实还挺少见的啊 那么 像这一个 这一个呢 应该也是 18世纪左右的 可能是他们定制的吧 他们定制的 做的这个 东西 也不错 其实我就觉得挺奇怪 他们为什么喜欢这样的 这个 就这个将军罐的这个样子啊 他们特别喜欢 呃 数量特别多啊 一个又一个的 不同时期的 能看到 它都是 这样的这个物品啊 我觉得应该是 都是作为这个酒器 对对对 这下面都给装了 这样了 他反正是把这个 永乐的这个 天秋瓶呢 也给装成这样 那么像这种外销的 19世纪的呢 也也也都装成这样啊 那么再往下呢 这个路份呢 就不能再往下了 对吧 这个基本上路份就到底了 已经到这个地板了 啊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多 可以介绍了啊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个博物馆呢 呃 我拿到照片呢 朋友发过来呢 就是这些照片 那么我觉得 我觉得能够看到 这样的这个 原青花的这个大罐呢 确实也非常荣幸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些藏友 有机会啊 有机会的话 去这个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这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我自己也去了 我觉得真的很棒 无与伦比 我觉得 那么呃 看到这样的这个物品啊 我觉得还是 还是挺荣幸的啊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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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